阿黎 不可以玩你娘亲的凤冠 凤九姐姐 这是你的 什么 前日你答应了舅舅 要与那苍蝇神君成亲 还写下了婚书 苍蝇神君即日便派人 送来了彩礼 什么 今日折颜上神 待枝月山苍蝇神君前来提亲 婚书都带来了 我同意 我叫 糟了 糟了 凤桥姐姐 你去哪里 我去问问清楚 爹 我前几日最久答应的那门亲事 还望爹取消了吧 此事你已亲口承诺 作为未来的青秋女君 有何能出尔反尔 爹 女儿现在还不想嫁人 女儿还想陪陪爹吗 你既不愿嫁 那日就不该糊涂印下手印 我当时是喝酒昏了头吗 做不得数的 晚了 我已答复折颜上身 婚约已定 择日完婚 你安心备婚吧 爹 难道 你要治女儿的幸福于不顾吗 小九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做选择之前 就该考虑清楚 而不是凭着头脑一热 即做了决定 就不该反悔 你必须自己负责 这一次 也帮不了你了 我 藏医神君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这婚约 你到底愿不愿意取消 不愿 那好 那就按我们青秋的规矩 我们青秋 我作为地基 我的夫君自然样样都不能输于我 我们打一架 如若你赢了 我就答应这门婚约 如若你输了 那这门婚约就此取消 帝基是说笑了吧 本君向来敬重女仙 从不会同女仙交手 既然苍蝇神君不愿意我打这一架 那就说明 已经是默认要取消婚约了 多谢神经城前 等一下 本君对帝基的心意 天地可见 既然帝基有意考验苍蝇 那苍蝇 必定会欣然应战 等会 韩蝇神 上面 就是 自己的心意 really 奇ement 帝基 这 门 一些 来吧 小心 你可还好 还未分出受处 再来 住手 你输了 没想到你对那只小狐狸 还真动心了 可惜竟再也寻不回 那只狐狸了 你可曾去青秋找过 青秋 青秋乃是狐族的聚集地 说不定你的小狐狸 会在青秋呢 过些时日 我要替叶华去青秋迎亲 不如你我一同前往 顺道去青秋 探寻一下小狐狸的下落 毕竟是同族 说不定还有狐狸亲戚在 就算找不到小狐狸 也能有一些 知言骗语的消息 总比你这样 每天担心着抢吧 你若不愿意那我就 好 极好 自小殿下下凡一遭后 回来时这性子竟变得沉稳了许多 听说从凡间回到青秋时 小殿下穿的是一身孝衣啊 数百年过去了 眼看着他也长大了 因是当作储君来养 大约也是担心无人辅佐帮衬 百年间 白纸帝君亲自为他挑选了几位夫婿 可他却 他却怎么了 说起来也没什么 贾殿下只是想要继续受丧 且听说他自回到青秋后 未有一日将头上的白簪花摘下 经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一桩事 我记得听谁说过 当时苍蝇神君娶妻 和这青秋有些什么关系啊 那是白衣上神 有意让小殿下下嫁于苍蝇神君 可小殿下不喜欢 当日就把枝月山上的神像给打碎了 你说这胆子大不大 那你这么一说便是了 我就记得有人跟我提起过 说啊 当时苍蝇神君 还是真心喜欢这个 把她的宫殿拆得七零八落 喂过门的媳妇 说这宫殿重新修建了以后 还在宫殿里挂起了凤九的画像 日日堵无私人哪 许久没来此地了 竟还有些许怀念 她们说这分头历池里的莲花都是人心所画 虽然说我们认识的人里没几个凡人 但是米谷啊 你说像青蹄那样的人 她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白脸 那要会是什么样的呢 像她那样的人 和黛伯季可 书月前 西海的苏莫叶 邀着小树去饮酒 我便跟着去了 在腾云之时 正好途经那个凡事 原来成玉国早就已经覆灭了 就在青蹄死后的第十年 其实 我早就感觉那个朝代 不会命数太长 这个苏末叶心智的茶 叫什么来着 碧符春 尝着味道不错 你要不要尝尝 这茶 不知帝君在此实在怠慢 青秋奉酒 拜见帝君